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天氣趙降 敬請各位益友注意保暖 保重身體 話說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在上星期正式簽署通過以後 中方一直想找一些措施進行反制 昨天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宣布了一些反制措施 簡直是寄荊四座 震驚全球 到底中方有什麼反制措施呢? 他就這樣說 針對美方的無理行為 中國政府決定自即日起暫停審批美軍艦機赴港休整申請 同時又對幾個非政府組織實施制裁 包括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 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 美國國際共和研究所 人權觀察和自由之家等等 罪名是他們在香港的修例風波當中表現惡劣 華春瑩說到大量的事實和證據表明 這些非政府組織通過各種方式支持反中亂港的分子 極力教唆他們從事極端暴力犯罪行為 煽動港獨分裂活動 對當前香港的亂局負有重大的責任 這些組織你應受到制裁的 必須付出應有的代價 我想請問香港市民到底有沒有聽過這幾個組織的名字 可能大家對於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就會比較認知多些 是認知他的名字多些 不是認知他的組織到底是怎樣運作 到底他是做些什麼 因為經常在報紙都有刊登過這個組織的名稱出來 至於另外幾個老實說 簡直就是民所未民 但是這就是中方最新的反制措施了 你說是不是全球都震驚呢 當然在之前已經有兩個反制措施了 包括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的微博遭到關閉 以及緊急召回洛杉磯動物園的兩隻熊貓回到中國 現在又多兩個措施了 就是制裁部分的NGO 以及不讓美軍訪港 如果不讓美軍訪港 其實最大的損失就是灣仔那一大酒吧 不過這也是中方的反制措施的一部分 至於官方的媒體環球時報又怎樣評價 是不是中方所出台的反制措施呢 他們是這樣說的 星期一出台的措施 對香港社會的極端分子發出了清晰的信號 不用指以外部勢力能夠主導香港局勢的走向 香港就是中國的領土 沒有任何的力量能夠改變或者削弱這個事實 他也是在針對現在搞示威的全部都是搞港獨 就是扣這頂帽子給示威者 OK 這段不用讀了 但是接下來那段 他就是對全世界作出一個警示作用 他這段是這樣說的 任何一方都不能忘記一個事實 解放軍就駐紮在香港 他不是擺設 在基本法受到嚴重的衝擊下 這支軍隊必將依法對惡勢力予以迎頭痛擊 為香港的局勢拖底 這一種言論也是一些威脅性的說話 他除了跟國際社會說 亦都是跟香港的市民說的 老解擺在香港 不是作為擺設的 真的會出兵的 問題就是到底這是禮真 還是打嘴炮呢 上一趟八月大家記得 楊潔篪去了美國跟彭斯會面 那一趟來講就是 特朗普總統叫停了解放軍出兵 老實說如果他真的會出兵的話 他用不著特地去美國請示呢 現在你又繼續在社評上這樣說 到底有多少人信你真的會出老解呢 因為如果真的出老解的話 就是會對於一國兩制造成一個無法逆轉的衝擊 甚至乎是導致一國兩制蕩然無存 往後你再去強調這個一國兩制的存在 意義和價值 基本上是沒有作用的了 因為國際社會和商家就不會再相信這件事 所以來說到底中方持續發表這些恐嚇性的言論或者威脅性的言論 到底有哪一個會被他嚇倒呢 我的智慧就找不到答案了 黃之鋒對於這些反制措施 他又發表了一些意見 他又說到中方採取的這些反制措施 只會是令到 有關中方打壓人權問題 持續成為美國政界之間的議題 他又質疑中方沒有提出具體的制裁手段 他就連NGO都拉下水 但是據黃之鋒所知 這些NGO在香港都沒有辦公室 黃之鋒就說這些措施 是沒有直接制裁法案的提案人、共和黨參議員、盧比奧 或者是霍利 他對於中方的制裁措施感到莫名其妙 相信中方只能夠禁止相關機構的人員入境 同時 會反而令到美方也會考慮 將制裁的對象 擴闊到孔子學院等等中方的組織和機構 即是說如果要制裁這些美國政要入境的話 別人一樣可以制裁你 即是大家鬥制 老實說這個就是貿易戰的翻版 如果你鬥反制的話 黃之鋒又覺得 中方的反制措施對於美國影響不會很大 他就說這個邏輯就好像中國人去不了美國讀書就很嚴重 但是美國人不能去中國就沒有那麼大影響 即是黃之鋒就老實說了 完全就是對於美國簽證 他就說中了一個重點 為什麼美國的簽證對於港官來說是這麼重要 因為他們的子女都要去美國讀書 或者他們在美國也有資產 反過來說如果大陸制裁那班美國的政要不讓他們入境 那就不進了 別人好日都不去一次 另外關於美方的軍艦 他不讓他再訪港的時候 限制他訪港 黃之鋒就說 只會促進了美台之間的交流 他不來香港就去台灣 他就說 長遠就會增長了美台之間的合作 對於中方一樣是有損害的 除了目前這些反制措施以外 到底會不會有一些新的措施出台呢 根據新兼國務院參事的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美國研究中心指引 時恩宏就說到 在中美兩國政府都宣稱 貿易談判進展較大 第一階段的貿易協議近在眼前之際 美方就簽署了這個人權法 對此他就覺得 中國政府的反擊手段是包括 在北韓和伊朗的問題上 停止與美方合作 甚至乎叫停貿易談判 讓特朗普去面對 股市大跌等等的民間巨大壓力 這樣才是最有效對付特朗普的方法 這些軍事就很厲害了 是不是 用七雙拳來反制人家 明明中國也是好恨達成這個貿易協議 面對這麽龐大的關稅對於中國的經濟打擊是多大 目前你要說中國的情況已經去到水深火熱 大家看看每一個省市 到底在上半年還有哪些是有盈餘的呢 似乎除了上海之外 大部分的省級行政區都有赤字 面對著這種困境 這位國務院參事 可以說是中國的軍師 還可以用一種 智商的形式來反制外國 實在是太厲害了 老實說原來攬炒派的大師 就是這一位 就是以傷害自己來反制美國 有網友搜羅了 近幾年跟台灣斷交的國家 改了向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他們目前很多都是苦不堪言 他們舉了一些例子 比如說聖多美譜 林西比就是在非洲那裡 是一個賭國 他就跟台灣斷交了 跟中國建交以後 經濟成長率 只有預期的一半 有很多外債 另外就是一個布基納法索 他就是一個非洲的 內陸國家 又是跟台灣斷交 他的內戰的情況 就越來越嚴重 就是跟台灣斷交以後 到巴拿馬 巴拿馬就是一個 中美洲的國家 原來他的前總統 手機遺失了 但是裏頭有24G的對話記錄就流出 被人揭發他 原來是拿了 中國42億台幣的賄賂 是跟台灣斷交的 另外就是一個 所羅門群島 就是這個太平洋的賭國 他就原來 有一個省長 跟澳洲的電視台爆料 中方就向他開架 要求他支持跟中國建交 而且就是跟台灣斷纜 他相信不少政府高層都是被中國收買的 最後就到薩爾瓦多 薩爾瓦多也是中美洲的國家 原來他跟中國建交以後 承諾的金錢援助是沒有到位的 而中國承諾要買糖也沒有買 況且中國對於薩爾瓦多的糖 開蒸了85%的關稅 但是過去 他們出口去台灣就是零關稅 使得當地農民苦不堪言 老實說大家可以看看 那些跟台灣斷交國家 轉投了中國的壞譜 但是似乎這些國家都是叫苦連天的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中國在國際社會當中 他們是多麼有威信 至於他們出台的反制措施 同樣 都是會震驚全球的 所以大家可以想到 他們措施的有效程度是多麼高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 by bwd6